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全国的同学大家好 我是山洞投顾为名誉 欢迎收看今天首相呼吁 那今年是这个狗年 这个新春开放盘的第一个交易日 那变成说我们在节目一开始 先敬祝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都能够天天顺利 每天都能够做到一个轻松的获利 然后这个狗年能够行大运 那我想就是说针对今天这个开虹盘的一个实际上的表现 我想这个都相当相当符合 为了说我们在封关之前预告各位这个盘市 会走一个叫做延续的一个记录性反弹 还会走个延续这个记录性反弹 那毕竟我想今天就是说随着这个国际股市 在尤其是说美股的部分 美股就是说这四大指数 就美股四大指数在这个过年封关这期间 他们是总共上涨了大概从这个到穷的这个3.2%累积下来 然后甚至到这个费成半导体一涨涨的累积这个6.8% 那相对就是说在以美国盘科技类股的一个大涨 当然的话也带动了今天这个台湖大盘形成一个 在新中开放盘这个赢在起跑点开放盘第一天 就形成一个量价起扬的一个大涨 那尤其说今天这个这个这个盘市就在今天收盘的收涨个293点 那变成说以在这个阶段点包括这个半年线 半年线在今天是做到一趟马上的一个立即的收护 收护到这个半年线 然后季线的一个部分 季线到线阶段我只差一点点就要来到这个季线 那变成说我们在封关之前特别跟各位做强调 就是说这一波这个几乎性反弹 反弹上去我们要密切去观察 就是说我们去观察这个反弹的一个强度 强度到底强不强 那各位你要先去密切观察这个季线 季线这条压力线 能不能从以往是本来是支撑 支撑跌破之后弹上去 变成说能不能去形成一较收护这个季线 那我想这个你要去研判这个反弹强度 就是说站上季线 我想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反弹 属于一个叫强势的一个反弹 那强势反弹就是说 就是说季线站上去站稳的这个前提之下 持续性就往这个月线的一个位置点 来做到一趟持续的一个挑战 持续性的挑战 那当然的话就有一个 实际上新春开放盘也不过那么一天 实际上的一个一个表现状况 我想已经是相当相当属于叫强势的一个反弹 那变成说这个就是说还是要后续去密切观察 这个季线的位置点 能不能去做到持续性的一个站稳 那当然话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个演进 就是说季线反弹在做个延续的过程当中 那当然的话各位还是要密切留意各位 你手中的一些持股的一个实际上状况 因为毕竟个股走势是强强迥的 每档个股都不一样 那变成说谈上去 你要去密切观察你的持股 谈到这个压力区 能不能去做到一趟突破 那没有办法突破了这个前提之下 当然的话 叹欢懂趁这个反弹 各位你无论如何 要把握住这一波这个记录性反弹 强势的记录性反弹的一个 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 好好好 蒋队公你手中这个持股 去做到一趟这个 趁反弹找卖点的一个动作 来大幅度压缩 缩小各位你在以往说 封关之前去套牢了这一持股 你亏损了这个弧度 可以做到比较大弧度的一个缩小 那这是针对这个大盘的一个部分 我想都还是如同 我们在封关之前 给各位规划的一个路径 来做个演进 那尤其就是说沃老师 我们就说在从这个 去年这个封关之前 我们有推出 根据沃老师 我们就说整个25年 这个股市实战的一个贷盘经验 那我们有把所有的 不管是说就一个趋势的一个辨别 或者是说个股这个买卖点 不管短线还是说波段的这个 相关的这些条件 我们有写进去一套这个 我们这个智慧型的这个手机APP的 这个快打部队的这个 这套智慧型操盘软体 然后这套智慧型的这个操盘软体 针对这一这一套软体 我们也在甚至在这个封关 那一段休假期间 我们针对这个软体 总共是15个功能 我们也都有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新春的这个节目当中 有好好针对 你如何来做个使用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说明 来给各位做一套想想细细的一个分享 那大话我想之所以我们要去 就是说排除掉这个人性的一个弱点 然后运用这些软体 他不管是说只要买点一壶线 那我们就随着这个软体的一个 这个他的讯号去做到一趟 根据讯号来执行我们该做这个动作 我想后续只要买点出现 买卖点出现 我想你就跟着这个软体的一个 他的一个买卖点来执行 各位你的个实务上操作的这个 动作来讲我想后续就能够带给各位 轻轻松松的一个获利 一段一段的一个操作 把一段一段这个价差 陆陆续续再放到各位你的个口袋里面去 那相对就是我们针对我们这套智慧型操盘软体 就是说我们在从在封关之前封关之前 尤其在这个2月8号当时 我想这个图我们在这个LINE AD当中 都直接跟各位做分享 这边一个卖出讯号往箭头往下 那箭头往下 甚至就是说他的一个卖出的点位 11158点我想我们这个就是说 在2月8号当时浮现这个卖的一个讯号的那个当下 我想你就是针对这边做买进这边做买进之后 这一段涨上来在11158这个卖讯出出现的那个当下 你执行卖或者是说做个卷空的一个动作 当然从2月8号封关之前 我想这个台股在封关之前也有一个很大的电话 快速的一个压回 一压回快接近千点 当然你根据讯号 你是不是就能够轻轻松松去避开这一段 总共969点快接近千点的这个快速的一个拉回的一个亏损 你就能够去做到这样轻松的一个避开 那是针对大盘的一个部分我想 卖出讯号相相清楚 那你就根据讯号 你去执行各位该做的这个动作 那另外尤其是说针对这个大盘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也跟各位做强调的说 在这个阶段点 我想以大盘的这个部分就是说 在他之前 到目前为止 就是说这个从我们这个波段的卖点产生一个后续 我想到现阶段为止 波段的一个买进讯号 你要买波段做波段单 你是要找个叫确认点 那通常他的一个速度 因为相对来讲波段的一个操作是 你是求稳跟求准求稳 那相对来讲 这个买卖点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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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timing 会稍微慢一点点 那当然的话就是说 波段的卖点还没有浮现 那重点说 针对他 短线上的这个买点我想 都已经在这个我想这个这个讯号都已经在2月12号 就刚刚好是说封关那一天 2月12号 10425.10425 我想这个都已经在软体上面也都清清楚楚 很清楚跟各位做到强调 各位你看一下他那个指标正式 由黑翻红 由绿翻红 我想这个又是另外一段 短线买点的一个弧线 是落在封关那一天的10425点 10425点 所以说 大盘虽然是波段的买点没有出现 那重点是说 短多的一个买进讯号已经做弧线 那短多讯号做弧线档的话 你都可以来直接做到一趟 叫做抢这个反弹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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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针对大盘的一个部分 那尤其就是说我们在封关休线那段期间 等于是说 吴老师我们就说透过这一套软体的一个应用 那我们也针对就是说 到底封关那段期间 有哪一些个股 就是俊权 就是说在这个 这个这个 苟年一开始的这个当下 我想就是说针对 是后续属于一个叫快打短多的这些我们的福袋标股 我们也在这个休假期间也都直接 不管是说个股的部分 总共五档个股 我们在休假期间也都直接 送给我们的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那当然 你有来电或者说你有做一个登记 来做到一趟索取的观众朋友们 那我们也陆陆续续说 就是说光观春节休假期间 我们都把这五党个股直接告诉各位 尤其是说把他相关的这个线图 我们这个软体的线图也都直接摧传给各位 那回场给各位 我想这个是你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要强调一句 任何我们去执行这个动作 一定要有讯号 讯号一产生 那我们在执行 我们是该做这个这个动作 尤其是说 这真的是五党标的我想到今天 当然的话大盘大涨 齐齐夫每党个股全面是都是大涨 那变成说相对应就是说 这些标的 他们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 买进讯号提供给各位 那当然的话 你在按照这个讯号的提示 你去执行这个动作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我想这些在今天我想这些个股 都是领先大盘的一个涨幅 大盘去2% 那这些标的涨停的涨停 然后至至少少7%以上这种涨幅 就是我们在直接就针对我们在封关期间 送给各位的这个湖带标股当中 我想你只要我来索取的话 各位你就一定都知道 那尤其说这些标的我想包括 这个9958的这个四季钢 我想以这档个股 变成说我们在当时 以这档标的这是这是 从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之前的一段的一个行程 我想在封关之前 包括好像四季钢 包括像清云 包括像这个2033这个加大 我想就是这些股票 在封关之前 几几乎乎每天都一个很强势的一个表现 尤其是说这三个股票 包括像四季钢 包括像清云 包括像这个加大 在封关那一天 全面性都是锁涨停 全面性都是锁涨停 那延续到今天 就是说从这个封关当时 你可以来采取 什么样的一个策略 尤其是说我们在刚刚也分享 各位就是说这个大盘的部分 它的一个短多买点 在封关那一天又已经产生 在10425点 那相对于就是说 你可以去找一些个股 来做这样抢 它的反弹的一个动作 那尤其是以我们送给各位 这个9958 这个四季钢这场表地来讲 除了说他以往在前面那一段 这一段的这个涨幅 这边买 买进信号出来 这边卖 我想从当时40块7做买进 然后到前波 这个卖出信号在53块7 这一段 我想短短不到一个礼拜 一个时间价差 价差都已经来到32% 这段的一个价差32% 那等到他修正回来 到上个礼拜 就是说封关那一天 他的买进信号 买进信号49.1 49.1 49.1 又做一个弧线 那当然的话各位 你也不用在今天去用追的一个 动作去做买进 以四季钢在封关那一天 你再去做一趟 这个趋势落空 也是正式在 就是说封关那一天 油黑翻红 那你去做到买进 那当然的话今天 今天的四季钢是强锁涨停 变成说今天这一根 扎扎实实的一根涨停板 各位你都可以全面性 转得很轻松 我想讯号产生 你去执行你的动作的实际档结果 今天四季钢是亮灯 又是锁涨停 我想这根涨停板 扎扎实实的一根涨停板 你就可以来做到轻松的一个 转到这一档 四季钢的一个涨停 那另外我想 正在四季钢的部分 他出的就是说 他的一个短线的一个买进讯号 买进讯号就是说 在以往 在之前那段期间 从封关那一天 我跟今天两天而已 这个11%的一个价差 你创造出来 那尤其针对就是说 以波段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四季钢 除了就是说 我们再分享给各位 他短线的买进讯号 是在封关那一天 甚至他波段的买进讯号 在今天又做个正式的弧线 当然说 这个高屏 我们是不是能够 就有短线的一个操作 把它累积 运作到一个叫波段的操作 那我们在针对 他后续给我们这种讯号 我们去执行我们的该做的这个动作 就OK 短线卖出去 还没有产生之前 那我们就踩一较续报的一个动作 就OK 那针对四季钢的部分 在封关那一天买进到今天 亮灯所长厅 爬爬两钢 那个两个交易是这个价差 就有来到 差不多11%的这个价差 那另外包括这个2342的这个像冒细的部分 我想以这档个股 这档标的我们除了就是说 他的一个短线的一个买进讯号 就是说在封关之前 就是说在这个2月8号当时封关之前 20.8.20块 已经弧线这个买进 短线买进的这个讯号 那当然以冒细这档标的今天收盘涨到7% 去7%的作用 那当时买进的价位在20.2块 我想到今天已经来到多少 已经来到这个25.2块 已经来到25块钱 变成说短短不过才4个交易日 这个价差已经来到多少 已经来到24.8% 24.8倍 快些25%的价差 再短短4个交易日 买点一弧线你去做你该做的一个动作 到今天都已经来到这个 这个快些25%的价差 那甚至我想以冒 冒细这档标的 甚至在今天这个波段的买进讯号 都已经又产生了 那当然各位你就说 你都可以针对你波段操作的持有者 波段讯号买进讯号 弧线那个当下你也一样 可以跟如同这个世纪钢一半 从短线单 让它一路把它固成 这个就波段单 那当的话 你也可以来赚取 一整段这个波段的一个获利的一个价差 那这是真的冒细的一个部分 当然短线单到目前为止 短短4天 已经来到24.8%的一个价差 那另外刀刮 就是说以这档 5299的这个结例 我想这档包票 它是属于不要新的个股 新的个股等于是说 它相对资讯比较不足 等于是说 它买卖信号 这个要靠我们自己去做研判 那当然这档标题 我们也是直接都送给各位 那我们讲我们在盘中也针对 就是说它的一个买进的讯号 买进的讯号 我们也要在这个这套软体当中 它的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栏位 在盘装讯息的这个栏位当中 我们也都直接针对买进的这个讯号 也都直接提示给我们这个软体的使用者 甚至包括像这个像是冒系的部分 我想你在今天9点差不多39分 那附近做买进 那当中它是抬下来 那我们就说甚至配合的讯号的产生 再配合这个讯息 盘装这个讯息的一个提示 那我们针对好像像这个冒系的部分 我们带各位去做买进 甚至包括像停损的价位在哪边 我们都写的清清楚楚 那各位你在针对这个讯号 跟这个讯息的一个指令的一个动作 去执行各位你的一个动作 当然的话一样可以来做到 叫轻轻松松的一个获利 那以杰利今天这档标题到收盘 一样是涨了一个七八八 那另外我想有针对 在我们在封关之前 有特别针对一档台胜科的部分 我想这档标题 从这个封关当时 封关在2月9号当时 买点做一个弧线 在116块 116块的买点弧线 买点弧线 我想到今天 短短三个交易日 从2月9号 2月12号到今天2月21号 三天 那以台胜科这档标题 今天是亮灯锁涨天 那从他买点 116块钱弧线 到今天已经来到238块半 今天是亮灯锁住涨天板 我想这档架票 我们在封关之前 也都直接有跟各位做分享了一档个股 当然到今天 他已经这个短短三天 这个价差 都已经来到22块半 22块半 快接近两成的一个获利价差 多久时间 三个交易日 沙钢 你轻轻松松 就要针对这个像细心眼的 这个台胜科的部分 把他的获利放到口袋里面去 所以说针对我们提示给各位 不管是说我们在封关期间 送给各位这五党 这个所谓的快打部队 这个短多短打的这种标 我想这些标的你自己 因为我们线图都有直接分享给各位 毕竟你是说 根据他线图当中提示给各位的 这个买进讯号的一个呈现 那你去执行 各位你该做的这个动作 买点弧线你就做一个买 轻轻松松的做个买 后续等到卖点 再做个弧线的那个当下 那各位你再去执行 你这个卖的一个动作就OK 那变成说相关 就是说针对这套软体的应用 我想使用说明 我们在这个封关期间 有跟各位做到 像直接一个很详细的介绍 各位你都不妨可以去看 封关期间我们这个解盘节目 我们带给各位的这个 针对这套软体的一个操作说明 那甚至我们在今天也开放各位 做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软体的 一个体验班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体验班就是说 针对我们这套软体 帮各位挑出来的这些 短多个股 一天都不多了 几档两三档一两档而已 那变成说我们这个体验班 我们会针对 在明天盘中 只要说买进讯号一弧线 那我们就直接带进各位的一档个股 那我们在今天持续性开放 就开放各位 你都可以来做个预约的登记 做个登记 然后只要他买点一弧线 明天买点弧线 那我们就针对这个短打 快打短打短多这样个股 带各位来抢赚 这个他短线买点弧线的一个 买进的一个获利的价差 那相关这些 就是说我们这个软体 这个体验班 你想要参加的投资朋友们 你都依然可以直接来电 或者说到我们这个LINE AT 来做个直接的一个登记 那这个针对明天这个盘中 买点弧线的这些个股 一档 那我们会直接来跟各位 做这一趟分享 带进的这个动作 好那今天节目告一段落 谢谢观看 明天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